哈喽大家好 我是Alton 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TCP Brutal的安装 以及如何通过Syncboard来配置使用TCP Brutal TCP Brutal是Hitari中使用的永射控制刷法 一直到TCP的版本 关于Brutal的介绍可以看一下我之前Hitari的视频 还没有订阅频道的 希望大家订阅点赞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你们 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打开GitHub 搜索TCP Brutal 点开中文文档 官方文档中提供了安装的脚本 你可以使用脚本安装 也可以手动自己去编译安装 你需要先确认你的内核版本在5.8版本会是更高的版本 视频中我会用脚本和大家演示 使用TCP Brutal需要代理客户端和服务端软件的支持 因为跟Hitari一样 同样需要配置带宽设置 官方还提供了一个Python写的测速脚本 安装好之后是不需要像BPR那样修改内核参数的 支持TCP Brutal的代理程序会主动配置TCP链接使用TCP Brutal用设控制算法来发送数据包 目前Synbo已经实现了TCP Brutal TCP Brutal只适用于支持多路复用的协议 因为启用TCP Brutal算法设置的是每个链接的速度 如果有多个链接的话 会导致发送速率超过设置的上限 OK 接下来演示TCP Brutal的安装 把脚本拷备下来 我这里用虚拟机演示 上面的船口是Sendor S迅奈 下面的是乌班图 先切换到路头用户 粘贴回车运行 首先脚本会先安装TCP Brutal的依赖包 TCP Brutal是动态模块管理 适用于自动构建内核模块以及管理内核模块的系统软件 有些时候你可能因为无法找到DKS软件包而中断脚本的运行 这种情况你可以参考屏幕显示的命令 手动安装DKMS 安装成功之后再来运行脚本 OK两边都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会提示Congratulations successful indoor 下面的也一样 我们可以通过DKMSState命令 查看已经安装的内核模块 如果控制台打印这样一条记录 同样代表安装成功 你现在查看系统支持的TCP涌色控制算法 你就会发现多了一个Bluetal算法 OK安装就演示完了 接下来如果你想要线缴TCP Pluto的内核模块 可以使用DKMS绿目命令 指定模块的名称 写杠 模块的版本 回车运行就可以把Pluto模块删除了 如果控制台打印这样一条信息就代表删除成功 删除之后再来通过DKMSState命令检查一下 可以看到已经没有显示TCP Proto模块了 TCP Proto的安装和删除就和大家演示到这里 接下来和大家讲一下Sinkboard配置使用TCP Proto的方法 我这里准备了一份Relax TCP的配置 配置文件我就不细讲了 不太熟悉的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上面是服务端的配置 下面这里是客户端的配置 先用这份配置运行Sinkboard看看 把服务端的配置文件拷备下来 连接到VPS服务器 我已经下载好Sinkboard了就到Sinkboard的目录下面 查看一下Sinkboard的版本 Protor的功能需要在1.7版本以上 再来通过DKMSState命令查看一下是否已经安装TCP Proto 我这台VPS之前就已经安装过了 接下来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把配置粘贴进去 保存退出 通过Sinkboard认指命令 看C参数指定配置文件运行Sinkboard 接下来拷贴客户端的配置文件 打开本地的终端 进入到Sinkboard的目录下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粘贴保存退出 同样通过Sinkboard认指命令 干系参数指定配置文件运行Sinkboard OK 现在客户端和服务端都已经运行成功了 接下来测试一下 访问一下谷歌 查看一下服务器的IP 可以看到没有问题 现在打开YouTube上的4K视频测试一下网速 接下来测试一下网速写算机 接下来测试一下网速写算机 下载定配置 接下来修改一下配置 使用TCP Proto 先来修改服务端的配置文件 服务端需要修改Inbounce 打开Syncboard的官方文档 找到入站里面的VLess 拷贝多路附用的配置 粘贴到入站里面 再点进去多路附用的页面 拷贝入站的配置 粘贴 再点进去TCP Proto的页面 把所需要的参数拷贝下来 粘贴 服务端主要修改Apps 根据你服务端的带宽来配置 我这里就配置为300兆 OK 需要增加的配置就这么多 把配置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 先把服务停止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粘贴 保存退出 接下来修改客户端的配置文件 客户端需要修改Advance 回到文档 同样把多路附用的配置拷贝过来 这里是拷贝出站的配置 粘贴 多路附用的协议有三种 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它们的性能区别 接下来需要将最大连接数量改为1 如果不修改为1 就有可能会导致发送速率超过上线 刚刚就和大家说过 启动TCP Broto是设置每一个连接的速率的 这里的最大数据流可以删除 因为贵和最大连接速冲突 Pending填充处或者4都可以 再把TCP Broto的配置拷贝过来 带宽同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 客户端主要修改Advance OK 修改完之后把配置拷贝下来 回到终端 新建一个配置文件 粘贴保存退出 先启动服务端 再来启动客户端 都启动成功之后 可以测试一下了 打开谷歌 查看一下IP 没有问题 再来打开YouTube4K视频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速率其实和刚才也差不多 快进看看 速率大概在10万到14万之间 应该还是会比刚才快一点的 OK 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了 视频中的相关费是我会放到博客的笔记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麻烦帮忙点赞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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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 字幕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